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介绍什么植物呢 一样也是介绍蕨类好了啦 那我们家种了很多蕨类嘛 上次也有介绍那个银蛙 那我今天就来介绍马园好了 马园就是马达加斯加圆盾 简称就是马园 就是这一盆 来 镜头挪一下 给大家看个比较清楚 这个也是养了一阵子 那因为觉得它的叶子也蛮造型不错的 所以我又买了一盆回来 然后觉得它的叶子好像比较直挺 各位看这一盆 然后有一些枯叶了 也觉得不太好养 也养了很久 然后好不容易最近又长了一片新叶子出来 因为我想说家里已经有很多那个普路 就买一些比较特别的蕨类回来种 然后因为我喜欢种蕨类 是因为它不会因为那个花草植物 有的开花期过了 那花凋谢了 那个那盆花就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那蕨的话蕨类不一样 你养越久它的价值越高 然后永远是那么的翠绿 然后越大越好看 所以我觉得种蕨类也是不错的 然后如果你会照顾的话 也许它一年一年的长大 经过十年也许它的价值就更高了 所以我比较喜欢种一些蕨类 比较不喜欢种 比较会开花 过了它的 它的怎么讲 它的优势就没有了 因为花草植物你就是要开花才会漂亮 如果花蟹的话 有些人就像南花 花蟹了有些人就把它丢在路边 就当作废物一样很可惜 那种蕨类绝对不会 你好好养 它就是每年都长得越来越大 然后让你觉得它越来越 越有可看性 所以种蕨类不错啦 这个就是我今天介绍的马园 就是马达加斯加的圆盾 那就介绍到这边